我們的葉明也是速度型相當快的選手 所以應該會去前面去跟采雲做一個對抗呢 沒錯那就看一下究竟今天兩隊的一個對決 不過這個紀錄也過快了 29.33 對他們目前先不用想紀錄 想要如何贏一下勝利哦 雙位出去之後 葉明嗎 葉明出去了 不過這邊的話 采雲是在落到第八名 應該是起跑是不太理想 對哦這個的話是 兩邊的話是三奶怪的3S 這邊果然失去葉明之後 他們還是有另外幾個選手可以頂到前面的位置 這也是這隻的強悍 平均實力都是相當強悍的 對不過這場感覺心無 想要來雪恥下我們昨天的一個戰況 不過這邊中間名是 采雲是瞬間從第八來到了第二了 真的很快哦 哇采雲其實從昨天的話 他零跑就可以零跑到第一 可是他如果一台第八的話 他還是可以很快追到前面的位置哦 這就是采雲 這邊樹平橋 哇好貼哦 直接來到了第一名 太貼了吧 而且才半圈耶 檯面檯面一圈耶 太低了 自己的隊友 又是頭三劇本嗎 沒錯喔 自己的隊友又是來到了七八名的位置 哇而且在面對這種樹雷熊 這麼強的一個 陣中的隊友的情況 這個二三是感覺又更加的穩定了 這邊就要考驗陣中的隊友 能不能夠取得中間的名次了 不過這個小地圖來看 呃 隊友其實是 還跟得上的 對目前大寶跟我們的幽冥 算是還 有機會可以追上前面的一個位置 啊幽冥才剛講 完了下去了 除了我們的木朗比較遠之外 這要看一下中間名次的大寶跟幽冥 能不能先搶個名次 一四五八也會贏 一四五八也會贏 不過這邊是來到了 而中間名次是四五名是被我們的行物給拿回去了嗎 不過這邊是有二三五七的喔 對 這邊均勻是平民發生失誤 越追越遠 好像有點過於穩定 這邊應該是打算是放我們的彩原 給他守衛沒關係 不過自己的隊友是佔據到了中間名次 應該是想要走一個二三五七 或者是二三四的一個取分方式了 這個的話 第六的那個幽冥跟3S很重要 那個名次的話 對調就會贏了 但如果保持這樣的話 就要先恭喜蘇勒窮雲了 二三五七 差一分 哇 那個又是一個中間名次啊 我們把彩原就是 簡訊昨天的悲情 又拿下了首位 但是中間名次一大一 就被我們的團隊戰力更優勢的 速德雄英 搶下這個第一分喔 沒錯 昨天拿了五張首位 但只取得兩分的彩原 這一次又被中間名次又被取得的話 其實他自己的心態上也要去做做調整喔 沒錯 尤其是我們剛剛在講 其實速德雄英 這一支隊伍他們的技能速非常非常強 就是他們過往的技能速勝率是八成 八成 那這個八成的勝率是在面對有安迪的隊伍 跟有偶爾的隊伍所拿下的 所以其實這一支的正宗的一個陣型 算是一個四個都可以領跑的一個情況 但接下來是我們的比較偏尾流的一張賽道 我覺得遇到這種賽道可能就是 就不會落後的這麼一段遠 那這樣我覺得相對我們的說不定醒無就有一點機會了喔 這邊就是要看自己的彩原的隊友能不能夠卡住中間的名次喔 因為不能夠每次都是讓彩原一個人在前面去做領跑 自己的中間名次也是要穩固的喔 沒錯 看現在在面對的相對比較簡單的賽道 是否就是可以先扛住中間的位置 然後讓彩原可以拿下的守衛並且獲勝呢 起步的出去 這邊要守衛 有 彩原又出去了嗎 彩原均勻 跟我們這邊大寶都很接近 都很接近 這邊前面的名次 均勻跟彩原去做一個爭奪 喔 卡位卡位 這邊被一個外甲內 對 先針對方的王牌去做一些對抗 不過我覺得彩原應該是很快都可以上來了 都很接近都很接近 因為算是一個比較偏尾的賽道喔 錯 進到這個大溪彎 均勻相當切實些次衝過了兩台來到了第一名的位置 對 但是自己的隊友要快點上來喔 這邊的話彩原持續的被包夾一打二阿 錯 因為自己的隊友其實又落在了一個七八名的位置了 對 哇 六七八了嗎 哇 這樣的話彩原一打四 對 彩原這邊其實是滿有機會一打四的 因為其實這張地圖是算滿好追的一張尾流圖的 對 又要展現個人技巧了嗎 這個 但是一打四的話也是沒能夠幫隊友拿下勝利阿 哇 大寶太遠了吧 這個 就看一下彩原的個人秀了 這一場的話我們來突然 喔 這個尾流嗎 尾流爆 這邊兩邊都是走一個內線 喔 來 這個段位是拉的快一點 又進了我們大氣彎 這個對抗很可以 這個拖飄喔 哇 這算是一個進行拖飄 對 彩原這邊的路線是比其他的車手來得更極限了一點喔 哇 這一場彩原又是展現自己的單兵能力 但自己的隊友沒上來 對 也記得隊友是落在了六七八名的話 這一場還是要恭喜我們的速德雄英喔 哇 這個真的是 就是稱他為我們新世代的跑跑呂布也不為過啊 因為一打死 他這場這個 展現出他如何就是一打死 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旁邊都是敵人 他依舊可以搶在第一 但這場的話還是要先恭喜我們的速德雄英喔 就是第二比零的一個分數 又是一個中間民視的一個分數 搶下這一個第二分 哇看起來其實整體的一個團隊的一個戰力來說 確實有一點點落差喔 而且他們在其實彩原的領跑實力是不容置疑的嘛 不過自己的隊友其實應該要再多去 怎麼說應該要去多去一個做一個溝通 因為其實他們 前面幾場的一個比賽的發車其實都不勝理想 沒錯 而且我覺得剛剛那一場算是一個比較偏簡單的賽道 就是原本以為他的隊友可能可以偷這種賽道 可以就是這盒可以再去封那名字 可惜還是沒有 是落後有點比較遠喔 那也可以看得出來其實兩邊的一個 就是硬底子的功夫還是有點點落差 接下來看一下他們能不能再下一場 可以快點把自己的狀態給調整回來 畢竟我們接下來要面對的是我們的 侏羅記的恐龍格鬥場 那也是一張那是 雖然他有點偏偽的 不過後半段還是一些比較連續的載彎 可能會比較做一些極限的一個操作喔 這邊就看一下會不會有車手會選擇我們的飛橋 因為其實在我們的恐龍格鬥場的話 飛橋是能夠快到半秒左右的一個差距喔 對 沒錯 目前比賽是比較少看到的一個 畢竟他就是快會快一點點 但是如同我們的巴胺那個 就是因各拉提斯一樣 就是你失誤的話就會掉很遠 你就會需要復位 所以目前的話就要看一下兩邊的一個 就是競速上的一個 而選擇的第三場賽道 侏羅記 起步的部分究竟誰可以搶到連跑的位置呢 這邊起跑 這邊做一個單段位置 還有一個右彎 來到了前面的名次 都是我們的醒無的車手嗎 沒錯 這樣的話 兩邊算是有一個交叉的名次 這邊二三名 是由我們的優敏跟我們的彩元 沒錯 來到我們的飛橋去 其他一波為流 這個外側 外前面的騙氣 外側 車手是選擇我們的飛橋 對 喔 很漂亮 目前的話我們臨跑的位置 已經領先的滿圓的 這邊是有彩元 彩元 彩元應該是要跳出來了 對 我又是彩元 這邊的話算是比之前那兩局來說來比較好 是算中間名次是有點交叉的情況 對 而且是第二名由我們的優敏去做一個追擊 來到了第二 這邊的話就是優敏這個右甩 有一點點外了 那這樣的話也給了我們的第二名有點機會 有一點點機會 有一點上來了 做一些阻擋嗎 我這邊三台車 我要自己人卡自己人 要把自己人給卡下去了 這個 對你感性 這個給機會了 給機會了 這邊反而是醒無這場能夠來到二三四名嗎 對 哇 哇 難得難得 真的難得耶 這個畫面難得 可能是吸到一個尾流之後太快了 那個一彎是控不太住 哇 這個 原本一個大優勢 能不能捨 穩住 第一隊友能夠搶到守衛嗎 哇 這個 好像有點太急了 不過目前第一名 二三四 其實二三四穩住就可以了 不用太去 對 不急不急 對 這邊的話第一四名守衛第四就好了 其實不用拚第一喔 那第一 人拿最好 不拿的話就算 差一點 0.0幾秒吧 這可能是0.000幾的 哇 直血了 而且是中軍名次 趕過來 裁員笑了 終於 不用靠拿第一也可以拿獲勝的 這個 直血了 這個劇本 就是他喜歡 我們看一下一二名字 喔 第三位數耶 635 對 第三位數耶 哇這個很精彩很精彩 這個 最後的尾流差點超車 不過沒關係 這種紙沒有超車 他們還是可以拿下二三四名這個名次喔 哇 那這場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那個 我們的新屋這邊 終於 蘇醒的過來 不用再靠 裁員 我覺得這也是他們 想要勘討的情況 就是 他們不想要勘討的情況是裁員第一 二三四 他們拿下中間名次的話 反而是他們可以 讓自己的隊友 跑得更安心一點點喔 沒錯 自己裁員的壓力 就不會那麼大 而且剛剛那場是 裁員是發生一點 小失誤的情況下 自己的隊友能夠上到 中間二三四的名次 也是他非常樂見的喔 沒錯 那也希望他們可以夾在這種氣勢 然後去贏一下接下來的一個競速 不過我覺得兩隊其實競速算是一個 強中強的一個對決啦 一邊是整隊的團隊戰力比較強的 速的雄音 另一邊是有的採員作陣的一個 執行屋 我覺得這兩隊競速比起來 確實是好看 就是可以看得出來 兩邊算是頂尖對決 行屋這邊的另外三位選手 如果可以回復一彎的手感的話 我覺得這接下來的兩場比賽 還有得打 沒錯 所以我們馬上進入到我們的第四章 我們的海盜迷宮 對海盜寶藏迷宮 是一張非常困難的一張賽道 幾乎保持的是我們採員 2分0.1.87 這邊起跑之後 是我們的速德 佔據到了比較好的名次喔 沒錯 速德又是展現他們的團隊的一個實力喔 123名 在我們海盜寶藏迷宮的部分 確實又是非常非常的大喔 不過這邊採員是掉落在了第八名的位置 哇 採員沒有上來的情況 看起來要靠隊友站起來了喔 再看一下喔 這是大寶 不過能不能挺身而出 喔 自己人 自己人 自己人中到了自己人 今天怎麼連續兩場都有發生這種狀況 而且都是讓我撞下去的狀況喔 對這邊可能是隊友之間的浪位溝通 沒有溝通的特別好 對 哇 而且這一張 喔 不過他好像看乃怪 一次掉落了 二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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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機會了 就給機會了 他這樣子掉之後 七八名還是醒無的車手 哇 給了一點機會之後 結果還是佔據的比較好的 中間名次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這邊的追擊能不能追到 不過這邊是 自己要追到 後面放下 採員也要能夠上來喔 對 一二最穩啦 因為目前七八有點遠 看一下這個跳台 前面選擇放數 欸欸欸為什麼 不過前面的放數好像放得太多了 好像是自己掉落下去了 對我 覺得應該要穩穩跑就好 因為那個名次 危險 危險 但目前還不一定 因為現在第二名 夜名跟採員 哇 採員這什麼路線啊 採員那個路線 對 他超夜名 又要超大寶了嗎 不過這邊大寶 可能要小心喔 他單個人賽跑欸 哇 哇 夜名這個內線 在跳躍這個捷徑 哇 這個甩尾 沒了沒了 甩慢啦 甩慢了對 大寶就好了 喔 大寶就很穩 喔 很穩很穩 喔 逆轉了 這個大逆轉 哇 採員一個8到1 採員這個 有點秀啊 他剛剛是直接 超敵人之外 再超隊友 對 都用超貼的路線 那個岩漿區 其實是已經貼到 感覺已經快掉到去了 對 哇 採員就是 靠了自己的當兵能力 然後加上這場輸了 給了太多機會欸 就是原本是一個大優勢 然後自己人就是 發生太多非受迫性的失誤 然後也給了滿大的機會 最關鍵是那個停車的部分 是沒有停好 而導致給了對手一個機會 拿下這個最後的一二名 那除了對手給了機會之外 失誤的情況 給了對手機會 那我覺得這邊的話 就是我們的姓母 也有把握這個機會 哇 2比2 這兩隊的競速之爭 果然是我們的 強隊的一個爭奪 最後 誰能夠搶到這個第三份 是要看我們的 積木人員的聖誕老人的秘密基地 算是一張非常困難的一張賽道 非常精彩喔 而且這張地圖 一開始一個右彎之後 下坡那個地方 就會可能 就不太能夠發生失誤 因為那邊其實掉落下去的話 會落後的非常遠 沒錯 那邊算是一個兵家必爭之地喔 誰都想要搶那個彎 但那個彎率會非常非常的小 尤其是只有那個右彎的部分 可能會直接掉下去 所以要看一下 兩邊之間的一個對決了 我們看一下發車 踩圓 一個段位 引氣之後 這邊 是比較穩的一個 慢一點在開氣 對 比較穩喔 1234 又是一樣的開局 失誤 沒有沒有 再故意擋 一個助攻阿 對 助攻 我覺得這邊是有點急了喔 對 我覺得應該是被影響到了 這個被擋完之後 想要快點抄回來 會導致自己 又發生一個失誤了 這邊3S做一個阻擋之後 是有擾亂到了我們寢無這邊的一個節奏了 沒錯 我覺得這個助攻做的是非常的漂亮 也看中了自己的隊友是一個1、2、3名的情況喔 適時的追個放速 然後幫自己的隊友比較好去做前面的一個追逐 不過這邊其實 蘇德這邊也有發生一些小失誤 反而是讓我們的莫蘭來到了第二名了 對 莫蘭的話看能不能 站出來了 在我們的 彩元就是比較後面 唉唷上來了 彩元上來了 還是要靠彩元啦 這個 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 靠追 喔喔喔這個 這個內線一個雙甩 喔喔喔喔這個 有超和地亞嗎 這個彩元跟菁寅的對決 雙甩 這個節技力很厲害喔 喔喔喔好貼 這算好貼 已經 直接要對前撤了耶 天啊 這邊菁寅其實也是守得很好喔 對 菁寅也很貼 都很貼 頂尖對決 加速嗎 一個踩,一個沒踩 不過這邊 要看拼最後一個彎了 不過這邊其實 第一的話也是會贏喔 應該沒,應該沒了 不過還是被我們的軍營守住了喔 哇這個第134名這個就是縱使搶到第一也不會贏 不過這場我覺得軍營的領跑實力 最後是發揮的非常不錯 因為踩雲已經很貼了 但軍營也很貼 踩雷有了一個極限路線加上尾流的 還是沒能夠超車喔 而且他開魔光耶 這個是我們的魔光小王子嗎 可能是魔光的手感能力比較適應的 對,最後是一個3比2我們的速德雄鷹 還是搶下最後關鍵的1分喔 不過在我們行為部分依舊我們的採員 還是表現得非常亮眼喔 多次領跑想要守衛 如果一開始沒有領跑的話 他還是可以從第8或第7追到第1或第2的位置 也是充分的展現出他自己的 就是比較強悍的一個單兵能力喔